好 弟兄姊妹 先說一下大熊 這次是大熊和正義 話說他們結婚了 有一天 正義就問大熊 下星期是年初二 完了崇拜之後就沒有活動了 我們午餐吃越南粉好 還是吃泰國冬蔭宮好呢 大熊就回答 這麼難選 Why not both 吃完越南粉之後再去吃冬蔭宮 就滿足兩個願望了 好 那天崇拜元了 崇拜元他們兩個就去吃越南粉 吃完越南粉 晚上就吃了這個冬蔭宮 在吃冬蔭宮的時候 正義又問大熊 遲些結婚周年 原本去巴黎 現在巴黎很混亂 又在示威 我們不如轉去第二道 你說去奧地利的維也納好 還是捷克的布拉格去慶祝好呢 大熊又回答 這麼難選 Why not both 去完維也納再去布拉格 他們就很開心很滿足地 吃完冬蔭宮這個晚餐就回家了 Why not both 這個網上的英文潮語 其實都潮了十年 都很久了 中文的意思是為何不兩樣都要呢 兩樣都行 或者兩樣都做呢 很多時候我們自己會限制了自己的想法 認為兩者只是隨便選一個 給自己一個框框 Why not both 這個思維 就打破了這個二元的框框 創造了一個新的可能性 其實耶穌誕生這件事 都是一個Why not both的體現 我們今天就會從路加福音第三章 21到38節去看 耶穌既是神的兒子 同時祂都是人的兒子 兩樣都是 完全是神來的 同時祂完全都是人 Why not both 這是超越人一般對人和神的定義的框框 兩樣都要 Why not both 是一個很奇妙的神跡 我們會首先看到 父神和聖靈在耶穌受洗的時候 是見證耶穌就是神的兒子 之後會從耶穌的家譜 看見耶穌同時又是人的兒子 又是神的兒子 突破了神人兩者這個界線的框框 是真正做到神和人之間的中寶中間人 最終我們 其實我們都因為耶穌 可以做了神和人之間 過了那條界線 我們都可以成為神的兒女 但是 Why not both 其實不是永遠都可以做到的 如果不夠時間的話 就不可以又吃越南粉 又吃東陰宮 如果不夠錢的話 就不可以又去維亞納 又去布拉格 有些東西本質上 是不可以Why not both 例如我既不可以是這個爸爸生 又是那個爸爸生 即是我只可以擁有一個爸爸的 Why染色體 在我的基因裡面 神能夠Why not both 神能夠突破人和神的界線 以及這個框框 其實都不是必然的 如果不是神的奇妙和全能 是做不到的 最終讓我們今天重新檢視 我們這位的中寶耶穌 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中間人 怎樣的神 怎樣的人 我們這個神兒女的身份 又是一個怎樣的身份 讓我們最終在這個恩典和敬拜裡面 好好珍惜去做神一個好的兒女 在讀經前 讓我們一同討告 求神去教導我們的真理 親愛天父 求你將你猜顯你的獨生兒子 成為人的救恩 明明顯露在我們面前 讓我們更看到你的智慧 你的大能 你的奇妙 和你的救恩的榮美 並且去珍重救恩 作美的好兒女 我們奉主耶穌基督的名而求 阿門 讓我們一同先讀 《勞家福音》第三章 21到22節 天父和聖靈是見證受洗的耶穌 是神的兒子 我們一起讀《勞家福音》三章 21節 預備起 眾百姓都受了洗 耶穌也受了洗 他正討告的時候 天開了 聖靈降在他身上 形象彷彿甲子 又有聲音從天上來說 這是我的愛子 我喜愛你 《勞家福音》用了短短兩節 去簡短記載耶穌受洗 上一次 《丹娜傳道》已經說過 洗禮本身是一個猶太傳統 不認識神的外邦人才要受洗 外邦人悔改去歸信以色列的神的時候 就會用受洗禮義 《施洗約翰》傳道 不僅是外邦人要受洗悔改去表示 他信以色列的神 原本猶太人家長大 他應該自小就認識他們自己祖宗的神 《施洗約翰》就說 《猶太人》也一樣 都是要透過受洗 表明他悔改去歸向神 預備末世尼塞亞來臨 耶穌經過受洗 其實首先都是表明耶穌和其他人一樣 他也是一個猶太家庭成長 從小認識自己祖宗的神的人 現在耶穌也是透過受洗 所以他表明我自己也相信以色列的神 如果耶穌不是一個人 他不需要受洗 所以耶穌是人子 是人 但同時耶穌的受洗 這個事件又表明耶穌是父神的愛子 經文記載耶穌受洗的時候 有些異常的事情發生 首先第一樣就是天開了 我想大家運用一下你的想像力 想像一下 在一條河上 藍天或有雲 突然天開了一個洞 或者開了一個洞 天界或神界透了 在洞裡透了出來 那個模樣 然後第二樣 第二個特異事件 就是在天界的洞裡 有形狀像甲子的聖靈降在耶穌身上 又想像一下 這個形狀像甲子的聖靈 在那個洞裡 從天開了一個洞裡 下來的圖畫 之後第三樣 就有聲音 在天上來說 你是我的愛子 我喜愛你 又想像一下 聽一下聲音 是怎樣的聲音 其實是一個很震撼的一個景況 耶穌受洗既反映耶穌 只是跟其他猶太人一樣 甚至跟外邦人一樣 都是要透過受洗去表明自己是歸向以色列的神 但同時他也是與眾不同 沒有人受洗的時候 是有主耶穌受洗的時候 這些異常的事件發生 一開始也說到 眾百姓都受了洗 不只是耶穌一個 但是眾百姓裡面 唯有耶穌一個受洗的時候 有這三個特異的異常現象出現 父神只是稱耶穌一個為祂喜愛的愛子 祂沒有稱其他受洗的百姓為祂喜愛的兒子 主耶穌是父神的獨生兒子 使徒約翰 不是使徒約翰 使徒約翰 使徒約翰形容 主耶穌基督 是太初有道 道與神同在 道就是神 使徒保羅在哥羅西書 一章十五節形容 主耶穌是愛子 是看不見的神之象 是守生的 是一切被造之先 耶穌作為父神的愛子 是守生的那個 神要生兒子嗎? 祂會生育嗎? 不是的 主耶穌作為神的兒子 是神生的意思 耶穌擁有父的神聖 例如肉身的兒子 人生出來的兒子 會有祂父母的遺傳基因 DNA 正如貓生出來的 就會有貓的DNA 就是一隻貓 狗生出來的就是一隻狗 魚生出來的都是一條魚 有跟祂父母的遺傳基因 神生出來的是什麼? 神生出來的就是神 所以不是父神會生育 而是耶穌就是神 祂是和神一樣有神的DNA遺傳基因 祂是看不見的父神的象 即是如果父神去照鏡 鏡裏照出來的樣子就是主耶穌 如果有人為父神去畫素描 人像或者去拍照 畫出來的樣子 或者拍照出來的那個 就是主耶穌 主耶穌是神子 不單止說耶穌是比聖父次一等的神 而更加是指聖子耶穌是和父神同等的神 初期教會大公會議中 當時普世的教會領袖 一起澄清 究竟耶穌是怎樣的神的兒子 寫了尼西亞坤士坦丁寶信經 當中提到 主耶穌基督神獨生的兒子 聖子在萬世爾先在由父所生 出自光的光 出自真神的真神 受生而非受造 與父同一本質 出自光的光 出自真神的真神 正正就是聖子就是擁有父神的遺傳基因的DNA 聖父是怎樣的 他就是怎樣的 與父是同一本質 是完全是神的本質 受生而非受造的意思 正正就是反駁耶穌是受造的 即是神做祂赤等的父神 正統的基督神學裡 聖子被聖父如何生法的呢? 有一個詞語叫自有而生 也就是自有永有的 其實耶穌也是自有永有的 聖父和聖子一樣都是自有永有的 聖父是自有而生的 所以這個道是太初就有的 太初就與神同在了 是萬世之先的 所以聖子不是受造的 聖子主耶穌基督是父神的兒子 祂與父神是完全的神 耶穌洗禮的時候 除了父神用聲音去見證耶穌是神子之外 聖靈降落利 祂也只是降落耶穌的身上 沒有降落任何受洗的其他眾百姓身上 這也表明聖靈是主耶穌基督的靈 聖靈是主耶穌基督和父神的靈 不是其他人的靈 再次表明主耶穌基督作為神的愛子 祂與父的本質是一樣的 耶穌是神的兒子 耶穌基督代表耶穌是完全的神 有父神、完全的神聖 耶穌受洗一方面表示耶穌也是人 祂要受洗 但是耶穌受洗的時候 那三個異常的現象表明耶穌是神的兒子 勞加福音之後就記載耶穌的家譜 其實同樣表明耶穌既是完全的人 也是完全的神 在家譜之前 勞加福記載了一段一句 耶穌開始傳道 祂年紀約三十歲 所以耶穌是一個出生之後會長大 會老的人 開始傳道的時候 以人的年齡去看祂 祂是三十歲 大概 耶穌不僅是跟正常人一樣 是會長大成人的 也有一個種族和家譜 我們今天不會詳細去看 或讀耶穌的家譜 勞加福音耶穌的家譜 裡面計算耶穌 一共有七十六個名 七十六個人名 當中有些是名不見經傳 我們完全沒有資料 不知道祂是誰的人 也有些在舊約裡 我們已經出現過甚至很出名的人 包括大衛 雅各 阿伯拉罕 羅亞 阿當 這些人物 有些學者認為 這是不是在數馬利亞的家譜 因為耶穌和約瑟是沒有血緣關係的 所以就數耶穌的媽媽馬利亞的祖宗 才具代表性 路加也說 他也說得很清楚 耶穌是依人看來 是約瑟的兒子 就是依人看來 耶穌不是真的約瑟的兒子 所以有學者認為 這是馬利亞的家譜 不過也有其他學者認為 其實家譜裡沒有馬利亞這個名字 反而有約瑟這個名字 所以應該是約瑟的家譜才對 雖然約瑟不是耶穌的父母 沒有血緣關係 但當時的羅馬社會 收養的契仔在法律上 都有合法的繼承權 所以耶穌就算和約瑟沒有血緣關係 他是約瑟的契仔 但是仍然可以有大衛子孫這個法定的地位 而且福音書 只是清楚記載約瑟是大衛家的人 從來沒有提過馬利亞是哪個支派的人 他是不是大衛家的人 其實不知道 所以就認為 這個仍然是約瑟的家譜 究竟是約瑟還是馬利亞的家譜 其實我們已經無尋能考究 復活之後 你問勞家究竟你如何搜集這些資料出來 或者到時你上到天堂 一代代你數回去 究竟是馬利亞還是約瑟 無論如何 耶穌是有一個人血統的成存 耶穌也確實是由馬利亞這個真人 經過十月懷胎生出來 所以耶穌的家譜表明耶穌是人子 但是最有趣的地方是76代 數了76個人 最後有第七十七代 第七十七代 就是第三章三十八節 讓我們一起讀三章三十八節 預備起 以拿是的是阿當的兒子 阿當是神的兒子 耶穌數上去76代 都是人名 最終到第七十七代的祖宗 是誰呢? 原來是神 是神的兒子 耶穌的祖宗到最終 都是神的兒子 不論耶穌受洗的記載 還是耶穌家譜的記載 路加都是很吊詭地描述 耶穌是人 他是人子 但是同時耶穌也是神 他是神子 耶穌怎麼能夠又是神 同時又是人呢? 可能大家會問 人和神根本是本質上不同的東西 人是軟弱的 對比神是厲害的 中國傳統信仰裡 人都可以成仙、成佛、成神 但是成了神仙的人 是不會同時又是神仙 又是普通人的 為什麼不同? 如何又是神 同時又是人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樣的疑問 看福音書、耶穌的時候 全能的神 怎麼會像人一樣肚餓 下次說到第四章 就會說到耶穌肚餓 給魔鬼試探 之後可能又問 神怎麼會累要睡覺的 明明舊約 耶和說不打鈍也不睡覺的 福音書有記載耶穌睡著的 更加重要的是 永生的神怎麼會死的 但耶穌釘十字架死了 意思是真是死了 真是埋葬了 如果耶穌不是真是死了 他怎麼成為世人的贖罪 真是死的 但永生的神是怎麼會死的 耶穌如何 同時又是神又是人 有些人就會偏向 否定耶穌的人性 就會覺得耶穌睡覺 其實他不是真的睡覺 他只是試探一下門徒 看看他在風浪中 怎麼反應 或者耶穌問人問題的時候 他只是試探人 其實他已經知道所有事情 他已經知道答案 但他試探後 看看人怎麼回答他 是不是這樣呢 難道耶穌受試探的時候 只是做場表演給魔鬼看嗎 希伯來書說到 提到耶穌的時候 我們的大祭司 並非不能看出我們的軟弱 他在各方面受過試探 跟我們一樣 只是他沒有犯罪 如果耶穌只是受試探的時候 做場表演給魔鬼看 怎麼可以說 他能夠看出人的軟弱 即他也不是真的受試探 甚至耶穌釘死 是不是也只是做場表演給魔鬼看 如果這樣說 其實不能傷到他 如果只是一場表演給魔鬼看 他是不是真的受苦 他是不是真的付到贖罪的代價 看來他是真的受苦 他真的受到苦 真的受到試探 另外有一些人 會偏向 否定他人性好像不太好 否定他神性 肥立比書說 耶穌是反倒虛己 取料勞博的形象 成為人的樣色 虛己就是賭空自己 耶穌透過做人的時候 他就放棄了神聖 所以耶穌沒有了神聖 耶穌為何可以行到神職 因為他靠天父 他靠聖靈的能力 他就行到神職 以前的先知都是這樣行神職 所以耶穌可以死 可以肚餓 可以睡覺 只是普通人 同時他就像舊約先知一樣 靠神的能力 做到神職 那就完全沒有問題 問題 耶穌復活了之後又如何 有沒有神聖 他做人的時候虛己 就沒有了神聖 這班人說 絕大部分的人都不會認為 復活之後的耶穌是沒有神聖 復活之後的耶穌還是人嗎 我們知道耶穌是身體復活的 我們作為人 我們也會跟著耶穌的身體復活 耶穌復活的身體 受傷的釘痕 勒旁被刺傷的洞 復活之後還可以摸到 難道復活之後的耶穌 是拿起自己的神聖 那人性又去了哪裡呢 如果這樣的話 我們要跟耶穌復活 他那麼特別 他能復活到我們 是否能復活到的 如果耶穌不是復活之後 他的人性又不同了 拿回神聖 他能復活到 我能復活到嗎 我沒有神聖 我們又不是神 我們如何跟耶穌復活呢 好像又說不通 耶穌無論在在世、死之前 還是復活之後 都是同時又是神 又是人 既然如此 同時又是神又是人 有些人就會說 把耶穌分割 譴神職的時候就是神耶穌 耶穌餓的時候就是人耶穌 好像雙重人格 人格分裂 然後又問 拉薩路復活的時候 拉薩路死的時候 耶穌在哭的時候就是人耶穌 但是下一秒 耶穌叫拉薩路復活 這個就是神耶穌突然上身 是不是這樣呢 耶穌釘死的時候就是人耶穌 耶穌復活的時候就是神耶穌 是不是這樣呢 其實跟之前兩種偏重其他一邊 都是一樣的 都是說不通的 耶穌不是一時是神 一時是人 而是同時是神 同時是人 這三樣都不行 唯有看看 耶穌是神人的混合體 人性溝淡了他的神性 或者神性溝敬了他的人性 不是完全是神 又不是完全是人 半神半人 如果耶穌不是完全是人 他是半神半人 他代不代表世人贖罪呢 他不是完全是人 半神 如果他不是完全是神 他可不可以做到父神的真相呢 反不反映到父神全部的榮耀 讓人認識父神呢 好像又不行 所以也不行 按住人的常理 人和神之間只可以二選其一 無論如何也不能同時是 無論如何也為兩者 同時是 但這是一般上理 神不是一般上理 神是奇妙的 神是全能的 所以耶穌作為全能的神 能夠同時是人 同時是神 关键是在腓立比书说耶稣 反倒虚己取了劳木的形象成为人式样式 耶稣成为人是透过虚己 这是没错的 虚己的意思是什么呢 虚己的意思不是耶稣放弃了他的神圣 好像那些偏向否定耶稣神圣的人 耶稣虚己就等于他放弃了他的神圣 倒空自己 虚己的意思是耶稣以神的全能限制自己的能力 这个有点难想象的 因为我们是做不到的 我明明知道一件事 我有没有能力令到我不知道这件事呢 我明明懂一件事 我有没有能力令到自己我不懂这件事呢 人是做不到的 人是做不到的 但是不代表耶稣作为神 以他的全能是做不到的 既然耶稣是全能的神 为什么他不能以自己的全能的神圣 去限制自己的能力呢 全能就是什么都可以 自然包括自限的能力 他也是可以的 主耶稣是有能力做到的 只是因为我们人是做不到的 所以我们觉得很难想象 所以耶稣的虚己不单止他不是放弃自己的神圣 耶稣的虚己更加是耶稣神圣临尼尽致的发挥 他这个能力是没有人有的 他限制自己的能力 他用他的全能去限制自己的能力 不单止是虚己 虚己是第一步 他限制自己的能力 第二步就是取了 耶稣是取了牢牧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 耶稣基督的人性 是靠耶稣的全能的神圣去拿这个人性回来 耶稣能够完全是人 首先是因为耶稣先是完全的神圣 他才可以做到 可以说耶稣的人性是靠耶稣全能的神圣来维系 如果耶稣没有完全的神圣 他不是全能的神的话 他是没有能力完全成为一个人 但因为耶稣拥有完全的神圣 他才有能力很神迹地去限制自己的能力 并且很神迹地去拿起这个人性 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主耶稣是不能放弃了自己的神圣 然后去成为一个人 他放弃了自己的神圣 他就没有能力去成为一个人 耶稣放弃自己的神圣 同时他没有能力去拿这个人性回来 必然他同时完全是神的时候 他就有能力去拿起这个神圣 限制自己就成为一个完全的人 因为耶稣的虚己 并取了一个人性 是凭着耶稣的全能的神圣 才可以做到的 我已经用了我能力范围里面最简单的方法 加克顿信经是一个最清晰的表达 我们一起去看看加克顿信经 第一句 我们跟随圣教父同心合意教人 宣认同一位子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是神圣传 人圣亦圣传者 不是半神半人 两样都完全 他真是上帝也真是人 具有理性的灵魂也具有身体 按神圣说他与父同体 按人圣说他与我们同体 在凡事上与我们一样 只是没有罪 即是他与我们人一样 但同时他与父神一样 按神圣说在万世之先为父所生 按人圣说在晚近之时日为求拯救我们 由上帝之母同女玛利亚所生 即既是人生的 人子 又是父神生的 是神子 是同一基督 是子 是主 是独生的 具有异性 即是有两个性 即是人性和神性 两样都有 但其实争议点也是在这一句 因为有一堆弟兄姊妹 特别是东方正统教会的弟兄姊妹 今日全球有六千万多的弟兄姊妹 他还未继续历世历代 已经干息主、怀语主、同在 他认为异性这个词语 也太过将耶稣人格分裂了 所以他们就不会承认耶稣是有异性的 他们拒绝用这个词语 他坚持耶稣只有一性 但是这个一性里面 是包含完全的神性和完全的人性 这个独特的一性 所以信仰上其实没有分别 都是相信耶稣是完全是神 又是完全是人 但是在用词上大家是不同的 有一个争拗在这里 所以我也尽量不会用神人意性这个表达 而是用耶稣是完全是神 同事又是完全是人 就是这个表达的 好了,继续下来 耶稣的神性和人性 这二性是怎样的呢? 是不相混乱 即是不会沟探了半人半神 不是完全的神又不是完全的人 不相混乱 不相交换 不相分开 不相离散 即不是人格分别的 不是一时是人 一时是神 而性的区别 不因联合而消失 各性的特点反得以保存 耶稣的神性和人性 是不会互相沟探大家的 是不会偏向任何一边 而令到另外一边是没有了的 好了,回合于一个位格 一个实质之内 并非分离成为两个位格 即是不是人格分裂的 是一个人而已 耶稣有一个性格而已 好,却是同一位子独生的 道上帝主耶稣基多 同一位来的 不人格分裂的 正如众先知轮到他自此所宣讲的 主耶稣自己所教训我们的 诸圣教父的信经所传给我们的 这个就是我们信的耶稣 究竟是一位怎样的耶稣 为什么不相同 既是神 又同时完全是人的主耶稣基督 就是我们信的耶稣 是很奇妙的主耶稣基督 唯有耶稣完全的神 才可以拥有完全的人性 唯有耶稣完全是神 他才反映到父神的荣耀 让我们去认识父神是怎样的 唯有耶稣完全是神 才可以拥有我们去敬拜祂 唯有耶稣完全是神 才可以猜显圣灵 给我们去领受圣灵 没有理由找一个不是神的人去猜 圣灵是神 同时也是 唯有耶稣完全是人才能代表我们世人负罪 没有理由找一个不是人的代表人负罪 唯有耶稣完全是人才可以成为我们效法的榜样 你叫我怎样跟一个不是人的人 做不到的 当然耶稣完全是人 我便能跟着 唯有耶稣完全是人 他才是大卫的子孙 去接触大卫 坐在他的王位 作弥赛亚 作基督 以色列的天国的王 如果他不是人 他为何是大卫的子孙 大卫的子孙是人 唯有耶稣完全是人 我们作为人才可以与他与死 与葬同复活 唯有耶稣完全是神 同时又完全是人 他才可以做神与人之间的中间人 令到人与父神可以复和 将人可以带到神那里 今天我们享受的救恩 我们将来的盼望 全部都是建基于主耶稣基督既是完全的神 又是完全的人 神、子、人、子 为什么不够 耶稣做得到 也是耶稣才做得到 不单是耶稣做得到 因为耶稣做得到 耶稣既是完全的神 又是完全的人 是神人之间的中间人 他为人赎罪 将人带到神那里 使人和父神可以复和 犯信耶稣基督的人 都可以成为神的儿女 都可以打破这个框框 这个是神人的界线 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人 都可以既是人子 又是神子 原本是没有可能的 最终 为什么不够成真 耶稣受洗的时候 圣灵只是降临在耶稣一个人的身上 但今天或不用今天了 使徒行转 借着信耶稣基督 与神复和 圣灵就降临 住在信耶稣的人里面 住在我们信耶稣的人里面 神与我们同在 耶稣受洗的时候 父神只是称耶稣一个 做祂喜爱的爱子 现在是如何 犯接纳祂的 就是耶稣 就是信祂名的人 祂就斥他们权并作神的儿女 我们既是人子 同时可以做神的儿女 之后还要说 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 不是从情欲生的 不是从仁义生的 而是从神生的 我们能够经历被圣灵重生 有永生这个新生命 是神生的 神的儿女 我们恢复了起初创世的时候 神创造人 人和神之间的关系 阿当就是神的儿子 现在我们就是神的儿女 好像创世的时候 神和阿当一样 我们犯罪之前的阿当就是神的儿子 不单止是这样 《彼得后书》还说 神的神能 已经把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 刺给我们 因我们认识 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得照我们的神 因此 他以把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刺给我们 使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大坏 就得分享神的本性 我们透过耶稣这个中间人 我们认识了 我们认识了 我们的神 和祂复和 让我们认识到神 神就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 赐给我们 因为我们认识祂 最终使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大坏 就得分享神的本性 分享神的本性 很好 我们不可以完全成为神 但是我们分享神的本性 即是我们作为神生的儿女 我们也得到神的特质 我们也得到神的特质 不单只关乎生命 敬虔的事 我们是被造的 耶稣不是受造 是受生而非受造 我们是受造的 但是我们不可以像耶稣那样 自由永有 我们不是自由的 我们是被造的 但是我们能够有永生 咦?我们没有自由 但是我们现在有永有 有一半 至少都 我们有永生 好像神一样 直到永远 我们也可以有敬虔 我们也可以有圣洁 好像神完全圣洁一样 全部都是因为耶稣 我们是可以的 不要以为我可以圣洁 可以 我们可以圣洁 我们可以分享神的本性 我们既是人子 是罪人 亚当犯罪之后 全部人都是罪人 但是同时我们也是神子 这个就是福音 福音不是我们死了之后 就上到天堂 那么简单 福音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今天与神复和了 圣灵住在我里面 时刻与我同在 福音就是与神复和 是恢复创世的时候 人和神的完美关系 福音就是可以重生 我作神的儿女 我有敬虔 有圣洁的新生命 我有神的DNA 我可以似神 我可以效法 完全是神的主耶稣基督 我可以分享到神的本性 这个就是今天大家都已经 在享受的福音和救恩 全部都是因为既是完全的神 又是完全的人的耶稣基督 才有可能的 我们才可以享受到这样的救恩 我们默想救恩的时候 我们很多时候只会觉得 耶稣牺牲很大 他说我们钉死流血很痛苦 我们就得享救恩 有没有想过 我们得到这个救恩 得到这个福音 耶稣受苦这个当然 受苦意外更加是很神迹 就是很不简单 教祂它完全全 的全能 令到它成为一个完全的人 大概将这样的一个结果 就是耶稣区体 作为神 同时成为人的结果 是耶稣以祂的全能 限制自己 取上人性 完全成为一个人 才做atif的 主耶稣基督還要永遠繼續虛忌,他今天也在虛忌 他永遠都在取人性,他今天也握住人性 他是永遠為了我們,完全成為一個人 他是作為一個以色列人,他完成了以色列人失敗、做不到的任務 他做到君尊的祭司、聖結的國度、屬神的子民 他做到外邦人的光,他作為大衛的子孫 他完成了眾位以色列王都失敗的任務 就是帶領神的子民去敬拜父神 耶稣以後永遠都會以以色列人、大衛的後裔這個身份 作永無窮盡以色列國的王、天國的王,直到永遠 我們等候他再臨地上去作王,將來我們都會和他一起作王 直到永遠 我們和他一起作王,就是因為耶稣也是一個人 他是大衛的子孫作王,我們就可以和他一起作王 我們也是人 你想不想像到永遠去限制自己 永遠完美地做一個自己原本不是的東西 需要多大的能力 這不是一個完全等同的對比 但你想像一下,我虛己、我限制自己作為人的認知和能力 我取一隻貓的樣式,我做一隻貓 當你有特異功能,你可以生毛出來,熟悉你的身 還要直到永遠 這件事已經難以想像 還未說,你做貓的同時 其實你沒有放棄你完全是一個人 你是用你人的能力去成為一隻貓 但同時你又限制自己作為一個人的能力 只有主耶穌基督才能夠做到完全是神 又完全是人 每日耶穌都是維持著這個神跡 每日繼續發生直到永遠 我們能夠成為神的兒女 其實一點都不簡單 讓我們珍惜我們這個得來不易的身份 這個成就不易的救恩 既然今天神和你同在,你和神和好了 就好好親近神 為何靈修祈禱這麼懶惰呢? 又不讓神參與你人生中的大小事呢? 為何和神這麼疏遠呢? 為何? 給你這個機會不簡單 既然你已經被聖靈重生 為何你還活在罪中呢? 既然神已經將一切關乎生命和敬虔的事 又賜給你了,你可以分享神的神聖 那你又不拿? 即是你已經是神生的了 是不從情慾的敗壞 不是從情慾生的了 為何還留戀世上情慾的敗壞呢? 不過像聖結、似神一樣 分享神本性的生活呢? 為何如此美好的救恩 不去享受呢? 為何主耶穌用這麼大的力 這麼大的犧牲 今天都用這麼大的力 去成就的救恩 這個兒女這麼寶貴的身份 我們會繼續糟蹋浪費 不好好去珍而重之呢? 為何這個這麼珍貴 這麼難得 這麼奇妙的福音 我們不去熱切地傳的呢? 有聖靈住在你裏面 你就好好親近祂 什麼東西你都找祂 讓祂帶領你 有耶穌做你的主 你就好好地跟祂 這麼難得祂做人給你跟祂 祂不做人你就跟不了 祂是神你跟不了 耶穌都是完全的人 好像我們一樣 我們是有能力跟到耶穌的 不要以為我們沒有能力跟到耶穌 祂都是人 跟我們一樣 既然和神復和了 有父神做天父 那就好好做一個順命的兒女 有就要好好珍惜 要知道 如果不是耶穌道成肉身 以完全神的神聖 成為一個完全的人 這一切我們都沒有 我們沒有聖靈和我們同在 去引領 去帶領 去督摘 去加力給我們 我們沒有救主 我們沒有師父去跟 我們沒有方向 我們沒有榜樣可以跟到 更加我們是與神隔絕 沒有一個中間人 我們等滅亡 我們等受刑 我們不是等復活 等作王 你不珍惜 我們是否想明明有這些東西 都好像沒有一樣 為何不 both 耶穌是神子又是人子 完全是神 同時又完全是人 祂就是我們奇妙的救主耶穌 祂突破了神人的界線和框框 讓我們都可以為何不 both 既是犯罪阿當夏娃的後代 我們是一個罪人 但同時我們可以做聖結的父神的兒女 我們可以做聖靈的殿 聖靈的居所 我們可以做基督的身體 基督的門徒 好好珍惜這個 成就不義的救恩和福音 現在我們會一同用聖餐的餅和杯 進一步去默想這個 成就不義的救恩和福音 並且我們會守聖餐去作順服跟從主的回應 聖餐是為那些已經受洗的弟兄姊妹而設的 所以邀請所有已經受洗的弟兄姊妹 透過餅和杯一起去紀念主 如果你未受洗可以一同的思想和紀念 但是暫時就不要吃這個餅和杯 直到你透過水禮去公開見證 我是跟從主、終生無悔的決心和信心 到時我們就再透過這個餅和杯去紀念 吃這個餅和喝這個杯之前 我們等待所有的弟兄姊妹 受洗的弟兄姊妹都拿到餅和杯 在吃這個餅和喝這個杯之前 我們都有一同的聖冊 耶穌完全是神 同時又完全是人 是一個這樣的救主 完全是神、完全是人的耶穌救主 作神和人中間的中寶、中間人 讓我們今天與神復和、與神同在 今天你與神的關係是怎樣呢? 你有沒有珍惜主耶穌給你與神復和的關係呢? 你有沒有容許任何的罪 阻隔著這個主耶穌作為中間人 已經修補復和的關係呢? 耶穌完全的神 同時又是完全的人 修補復和了你與神的關係 明明明修補了你有沒有有些罪 又阻隔他呢? 主耶穌完全是人 和我們一樣 讓我們能夠和祂一樣 同死、同埋葬、同復活 你亦都在水泥裡表明 你與主同死、同埋葬、同復活 得重生、得永生 你有沒有珍惜這個主耶穌給你 從神而生的新生命 並且這個神而類的身份呢? 你今天有沒有活出神而類新生命的樣式呢? 還是仍在救我裡面活著? 完全是神 同時又完全是人的救主耶穌 作我們與神之間之間的中間人 讓我們認識神 得指示一切關乎生命和敬善的事 並得分享神的本性 你今天已經既脫離世上從情慾來的敗壞 是不是已經脫離從世上情慾的敗壞 走上分享神的本性、成性的道路呢? 還是你仍然留戀世上從情慾的敗壞呢? 我們不是從血氣、從情慾生的 我們是從神生的神的兒女 如果你有容許任何的罪 左隔 這個主耶穌作為中間人 已經修補了的你和神的關係 你仍然在救我裡面活著 你仍然留戀世上從情慾的敗壞 請你先認罪悔改 然後先吃這餅、喝這杯 你非常喜歡 你非常喜歡 希望大家已经准备好 当日耶稣拿起饼来触罩了 就抹开地级门徒说 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 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让我们拿起这个手上的饼 这是主耶稣的身体 与我们一样是一个人的身体 是一个代表全人类为人赎罪而捨身的身体 但同时这个也是神的身体 是一个完美无瑕、圣洁无罪的身体 是足以为世人赴上代价的身体 这个就是耶稣为我们舍的身体 这个身体是耶稣以祂的全能取上的身体 是以祂的神圣的大能虚己自限 然后取上的身体 今天主耶稣在复活的里面 仍然用神的大能 取上着这个有钉痕、有被刺伤的身体 耶稣再临同我们吃过 吃喝新的圣餐的时候 我们与主同在一起作王的时候 主耶稣基督仍然是以祂的神圣的大能 是取上着这个有钉痕、被刺伤的身体 直到永远是为了我们的罪 作为神和人之间完美的中间人 让我们一同去领受 感谢耶稣 耶稣饭后 照样拿起杯来 说 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纳的身药 为你们流出来的 让我们都拿起 打开手上的杯 里面是葡萄汁 是象征耶稣为我们流出来的血 这个血是人的血 包含着一切十架上 耶稣所承受真实的肉身的痛苦和死亡 但同时这个都是神的血 是足以使世人罪得赦免 洁净世人的罪 使人神复和大有功效的补血 救恩的成就 全因为耶稣基督作为完全的神 甘缘虚己 以神的能力 神职地自限 取上人的样式 我们的救赎就是这样去成就 因为这个补血 既是完全的人的血 亦完全是神的血 是神的生命 除了完全的神 又是完全的人的耶稣之外 没有其他人可以做到我们的救主 成就同样的拯救 让我们一同享受耶稣为我们流的血 主耶稣的舍身和流血 令我们今天可以同神复和 与神同在 得重生 得永生 得分享神的本性 走上成性的路 让我们好好珍惜这个 成就不易的救恩和福音 并且将荣耀归于 成就这个这么奇妙的救恩 这位这么奇妙的救主 将荣耀归给他 他是天上的神 同时是地上的王主耶稣基督 感动坏